我们看自己解说杨万里他是宋朝人 他的号是成哉 那么他的书房就写成哉两个字 他担任太厂博士 广东提点行御 最后担任太子嗜督 他会写诗 自成成哉体 跟陆游等成为南宋四大家有成哉体 各位如果看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这个来福欧圣永世纪里面 也有提到杨万里 当时是在2005年104岁的海贤老和尚 他为了给海沁老法师 因为他是做神菩萨 要把他装金身 就到广州在广州遇到西藏的十一世班禅 额尔额尼不求意 额尔额尼 这个年轻的法王子 就把海贤老和尚当成活活 他邀请海贤老和尚共进午餐 当时有请几位名人坐牌 其中有一位是国际著名的书画家 张云田先生 参与这个参会 张云田先生就问海贤老和尚说 你身体这么康健 头脑清醒 你养生的秘诀是什么 这世界人都问养生的秘诀 海贤老和尚说 持戒练佛 持戒练佛四个字 持戒经验 老实练佛的结果 张云田先生就自成了顶礼 海贤老和尚 而且赞叹了海贤老和尚 如照着禅师在世 禅中有一位禅师 非常有名叫赵州禅师 大写当下辉好 因为他是书画家 隐了一首永菊 这永菊在 《来回奥圣勇士集》里面 也有念出来 就悟信从来过一家 随贪寒寿宴莲华 菊花智者风霜果 不是春光外菊花 很多人都看了这首诗 法性存在 有情叫做决信 有情叫做决信 所以叫悟信从来过一家 谁贪寒寒寿宴莲华 谁贪寒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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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谁在贪啊 谁在起心动呢 我们的喜气嘛 我们的毛病执着嘛 谁贪寒寿宴莲花嘛 菊花自走烘霜狗 菊花是大家认为最敬佩的 天气再冷 你看菊花绽放得非常好看 菊花没有说 我应该开在阳光普照的地方 就算是 就是非常寒冷的天气 他一样蘸饭那个光彩给你看 所以菊花自走烘霜狗 就是什么 相应嘛 菊花也让他感觉是非常的挺拔 非常的坚毅嘛 那就表示什么 他慈悸惊言嘛 那烘霜狗就代表什么 果心一诗讲这一诗讲 迟到很清净的时候 叫尘点不染嘛 一点污染都没有 脚白如月 结白冰清啊 像冰天写地这样的清澈 这叫菊花自走红霜果 不是春光外极花 春光就表示 哎呀 太漂亮 太美了 这个景色太好了 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看日本的櫻花 哎呀 好漂亮哦 这花是花漂亮还是你执着了你的心就它漂亮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嘛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嘛 春光就是庄严嘛 漂亮嘛 不是这个菊花看起来很庄严 对不对 这个庄严是我们心生的嘛 心生主有种种法生嘛 法生主有种种心生嘛 所以你心庄严 那菊花就庄严 所以不是菊花以外还有一个春光 心外无尽 静外无心 就是境界跟心是一体的 不是你的心以外再去找一个春光 再找一个庄严出来 不是 所以这一首杨万里的永局呢 张云田先生呢 他就引用这里讲了杨万里的这个永局的诗 来赞叹海贤老山的慈戒经验 祂 祂